寒风 识趣的话 最好别挡路 我的丹药 你给我的药 刚才的不算 有种咱们再来过 子言 掌心吧 这里交给我 好 还没尝过苦头吗 速速将这小丫头抓住 以她做人质 逼硝烟交出菩提化体弦 与破宗丹 祁阳太深 来 啊 什么 闻开 老婆死了 看来你对这一武的威力 还是忌惮的很呢 莫作主 快阻止他 好强的我也要看 你专心对付韩风 这个老家伙 交给我 三四一会 韩风 不知道现在的你 能吃下裴激佛怒火怜吗 此地不宜久留 这家伙 竟然自己先跑 要想逃 先过老夫这一关 隐魂不散的老家伙 这等恐怖的威力 若是当面吃上迷惊 不死也惨 到时候仅凭老夫 怕是瞒不住他们 解决了 往这边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速战速决 莫作主 韩风 你们谁愿意先来尝尝我这手中的火连 莫要冲动 小门主这般手段 本宗算是见识 今日之事 黑黄宗便不再插手了 告辞 莫宗主 你可莫要受了这小子的诡计 今日你的举动已得罪了他 日后他前来报复 你又如何应对 你怎么不逃了 这是本宗的事 便不劳费心了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然而 起山 我们走 这个老王八蛋 韩风 魂殿到底把老师关在哪里了 笑颜 你根本不是魂殿的对手 你手握菩提化体弦 又杀了魔眼谷三位长老 还是先想想 怎么逃过地魔老鬼的追杀吧 笑颜 你重宝在身 不要冲动 先回学院 还是让他跑了 现在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先回学院吧 我的好师弟 希望你能将菩提化体弦顺利带到嘉南学院 带我将地魔老鬼请出 就是你们覆灭之事 这地魔老鬼啊 曾一手创立魔眼谷 是和院长同时代的强者 虽然实力不及院长 可那也是五星乃至六星的斗族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我听说地魔老鬼常年闭关 并且一向惧怕院长 依我看呢 这院长大人 比地魔老鬼还不靠谱 我在学院这几年 连他老人家的面都没见过 不够 带给我带药 我这颗也给你 小颜 苏长老 给你 这可是萧丽在拍卖场上 给你拍到的持法斗技 为了这个东西 她可是不惜得罪了一名斗宗强者 二哥 别瞎感动了 你我血浓于水 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 正好需要这持法 助你增长实力 二哥 如今是斗王巅峰了吧 接下来只要突破斗皇 那士生丹 就能够彻底破解了 多亏了内院的天坟练弃塔 我这两年经常去那底层修炼 修炼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不过可惜 后来心火枯竭了 我有办了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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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你这是干什么 不打紧 没事的 这是我用陨落心炎 种在你体内的星火种子 用斗气就可以激活 二哥 你要加快修炼速度 尽快突破斗篷 你这小子 手段真是越来越多了 那是自然 我手段还多的是 大长老 我这次重返黑角域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激活天分炼气塔 就等着你回来呢 也只有你能做到了 大长老 请放心 我去找个安静的地方 研习一下持法斗气 LYWorld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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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门主 多谢一路护送 老夫先告辞啦 是谁 英山老怪 你果然忍耐不住了 苏乾 竟然中了那小子的计 英老先生手段不少啊 竟还能将灵魂力量 藏在这菩提话题闲之中 可惜 还是被你发现了 你这老怪物可真是狡诈 若非硝烟是炼药师 精神感知极其敏锐 恐怕还真发现不了你的分身 躲在这菩提话题前里 既然察觉到了 为何不早早动手 这小子实力如此强悍 本来想等他与韩风两败俱伤 再趁机拿走愈合 没想到 仅凭他一人之力 就击杀了方银三人 还逼退了莫天席和韩风 前两日追兵太多 无暇顾紧 而且你这隐藏灵魂的法子奇异 我虽能感觉到 但却寻不出来 不过我知道 这两日你就会自动现身 你不会等我回到迦南学院 原来你是故意单独离开 就为了尹老夫自己现身 尹老先生 交出菩提话题前 今日之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然你这分身被我们打散 你的本体也会受创 而且 我已经感应到你本体的位置了 这小子 竟然指出了我本体的正确方位 要是让他仔细寻找 到时候 只要你能还回菩提话题前 我硝烟保证 让你丝毫不损地离开 果然是后浪推前浪 看来这黑角玉 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也罢 算你小子狠 这菩提话题前 给你 即便得到了菩提话题前 也难以知道菩提心的消息 在下的目标 并非那遥不可及的菩提心 而就指示着菩提话题前 为了帮我控制恶难毒体 他费尽心机 我 说得好听 这么多人抢夺菩提话题前 最后却还是回到了你手上 告辞 总算让这老家伙放弃了 只怕 没那么容易 这个老狐狸 总算是把这隐患消除了 现在可以安稳地回学院了 好狠的小子 老夫记住了 等我养好伤 地妖里好看 家内学院 我又回来了 紫妍 前面就到内院了 你快下来 自己体实力正常啊 那可不 是大长老 大长老回来了 大长老回来了 大长老 你们看看 谁回来了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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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还好跑得快 不然苏老头又会啰嗦半天 你第一次来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打打牙记 走 开 我也该回盘门看看了 一晃就两年了 好像一切都没变 快点快点 好 药成丹了 我闻到丹香了 天气丹 天气丹 年纪轻轻 便能炼制四柄丹药 天赋不错 刺 新兰学企的炼药术可是越来越精湛了 真是不错 只是可惜了 谁在说可惜 若是火候再精准些 运丹的时间再长一点 这枚天气丹的品质会更好 你谁啊你 不要装得好像很懂的样子 盘门里可没人见过你 是不是哪个势力派你来的 此处是盘门总部 只有盘门成员能进 我看你为穿着盘门制服 这可不符合规矩 你是隶属于哪个系的 我来找人 找人 外人若是要进盘门寻人 须得有人引路 像你这样胡撞瞎闯 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要找谁 虎家和吴昊在吗 我找他们 什么 说是哪个势力 有什么企图 吴长老和盘门主事 岂是你说见就见的 就是 什么人哪 怎么回事 那人不然又问解 哼 萧嫣 你一走就是两年 这摔手掌会当得爽吧 他是萧嫣 冲建我们盘门的门主 就是那位咱们学院的英雄 萧嫣 上次峡谷一别 我实力增进了不少 有兴趣再鄙视一番吗 发马过来吧 嗯 嗯 哎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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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真不愧是盘门门主 两年时间 你们也变强了不少 恭喜恭喜 哪能跟你比 来欢迎一下 我们盘门的门主吧 门主 求养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烦 刚才真是致力 还请多多包涵 先前没认出你来 小门主 请勿怪罪 新来年纪轻轻 便能练着四品丹药 内院的学院中 恐怕没几个吧 小门主过奖了 如今的盘门 占据了内院多半的势力 光是强榜前五十 就有一大半的人 内院新进的长老中 也有好几位 挂着我们盘门的头衔 那是 如今的盘门 自然是比当年好上无数倍 这两年 辛苦你们了 少来这些 这句话我都听了九千多次了 你若是觉得内疚 那以后便由你来管理 对了 你这次会在内院停留多久啊 不会太久 等这里的事情完结后 我们打算去大陆 寻找异伙 异伙 和你们续完旧 我该去找大长老了 你中毒了 怎么不早点说 蝎碧眼耗费毕生功力 将谋毒般打入我体内 眼下只有斗尊强者出手 才能化解 学院内只有院长是斗尊强者 可他老人家 素来喜欢云游四海 若不是他定时 传些消息回来 我还真担心他遭遇不测了 内院也就千百二老 可以帮你 只是 他们不会轻易现身 若是没有斗尊强者出手的话 那只能用另外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再找一种异伙 谁在偷听我们说话 苏爷爷 兴兰也只是无意间路过这里 大长老认识他 这是我一老友的孙女 去年他将这丫头 从中州送到这里 请我照料一下 中州 听说萧大哥要寻找异伙 我知道异伙的线索 你有异伙线索 还请告诉我 不过 这异伙和我家族 正面临着的一个逆境有关 兴兰 不要把你们家族的事情 掺和进来 你先说说 到底是什么事情 只要我能办到 定会鼎力相助 我需要你帮助我的家族 保住丹塔长老习 信兰 不要胡闹 想让萧炎进入丹塔 谈何容易 要进入那里 至少要有七品炼药师的实力 我知道萧大哥现在 还不能炼制七品丹药 但他是我遇到的人当中 最有天赋的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他便能达到这个实力 你若是肯答应帮助我 那我便告诉你 一火的线索 丹塔 这个汇聚大陆 所有顶尖令有事的恐怖之地 想要闯出一条路 恐怕极为困难 我不知道 帮助你的家族 保住丹塔长老习有多困难 但只要你给予我有用的一火线索 我定会竭尽全力帮你 我的家族曾告诉我 在丹塔内 藏有一火 不知道萧大哥 是否听说过三千燕炎火 三千燕炎火 一火绑地久 三千燕炎火成形那天 天降灵火 千里之地如沙漠 这种一火 还能让人迅速痊愈 被称之为不死体 不过 这三千燕炎火 真是在丹塔中 定会被保护得异常森严 想要得到 谈何种意 正如萧炎所说 为了他得罪丹塔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虽然三千燕炎火 被丹塔保护着 但由于收服他太过困难 丹塔权衡立陛下 决定外发收服三千燕炎火的资格 外发 当然这外发也是有限制的 据我所知 两年之后 丹塔将举办炼药界 最具有影响力的丹会 丹会 丹塔的丹会 可是斗气大陆难得一遇的盛事 耀老先生 也曾获得过一次丹会冠军 从此名满天下 没想到老师竟也参加过这丹会 只要在丹会中进入前十 除了丰厚的奖励 丹塔还会给予一次 收服三千燕炎火的机会 多谢你提供这条异火线索 我萧炎 也会竭尽全力地去帮助你 萧大哥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 动身前往中州 先等我将内院的天坟练器塔 搞定吧 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明日我们再来商量 补充陨落心炎的事 中州那里强者如云 若是不多准备一些自保的手段 恐怕到时连逃命都很难 先前仔细检查了一番 这具摩尸 果然没有磨合 算了 有这对古衣就足够了 一把杂斗 好锋利的骨剑 你大半夜不睡觉 跑来这里干嘛 这拳套以后就是本小姐的武器了 你不会真的要这件东西吧 要不你来打一下试试 算了 我还有事要忙 谁让你大半夜搞这么难闻的东西 搞得我浑身不舒服 这就到了 你给本小姐的赔偿了 每次看到这具摩尸 你都会感觉不舒服 难道你真跟这摩尸 有什么关系 谁知道呢 好了 本小姐要去睡觉了 这丫头 我需要就睡觉了 我可以去睡觉了 那我卡尔 我相信没有 我应该尽不睡觉 我可以听说 我希望你能够睡觉 我的女人 这是 我士的精神空间 不虽已余落 但也不会出你 被我等人的 我选不精神 你没想到 这畜生的攻击 能磕头屏障 消耗我的精神力量 这样下去 可不行 神力小贼 我要高兴的探索 天妖黄雄 绝不会放过你 云龙心眼果然对精神体有用 不管你生前如何强横 现在的你 不过只是一道 没有灵质的残缺气息罢了 还真是意味着收获 吞噬的这些残存气息 似乎增长了我的精神力量 这些残存 Depois 不准备了 这骨翼真是霸道 想应生生将我的紫云衣 碾出体内 想必威力也不小 有了这对骨翼 再加上天眼九行翼 日后在中州 就算遭遇强敌 打不过时 也能全身而退 蒂某前辈 方言他们 他们被杀了 何人如此胆大妄为 杀我摩颜古长老 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